要没有那次夏亚良他直接说出来相信圣经的基督徒是蠢货 这样的话我对夏亚良他在信仰上的无知 还真没有那么深刻的认识 这远远超过我的想象了就可以说 最近夏亚良老师又在好像回应郭文贵的吧 又说了一个事情的让我就是就看到这个知识分子啊 真中国知识分子的无奈 他说什么你猜 他说这个他现在着手在研究libertarianism 就是美国叫自由至上主义 然后呢是准备啊这个启迪民众 我一听这个我就知道他这小算盘怎么打的了 对不对 他第一呢他知道现在呢 这作为这个从理性 这个夏老师这个夏教授他的学术能力 那脑子那绝对是世界一流的 那那肯定非常非常明白的 那他也清楚了哈 就是说这自己虽然一直受党的教育 一直左派的思维 虽然说他反对极左啊 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呃就是分世极俗的知识分子他反对极左很多反对毛毛毛毛毛毛这个什么这个老毛的他实际上本质他是用反国大革命那种反对不公平反对压迫的这种思维 但是呢他看到了美国这个右派的力量和思想的源泉 而且现在说去说给他提供工作机会的也是右派的家族研究所哎 但是他自己呢要对信仰非常鄙视 所以怎么办就咱就投机取巧 来一个这种哈耶克式的啊 奥派经济学式的这种毫无价值观啊 与价值体系脱离的纯粹的这种经济和这个体制意义上的这么一条右派之路 那就是Libertarian 你从这里边啊你就看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这种油华不老实啊 就没有诚实根本就没有敬虔的态度啊 从这个师遗之长继以至矣啊 从内容开始啊 清朝当官历历朝当官徐儿优泽氏嘛对不对 当官的他都是知识分子 然后呢他就开始啊 你想想你日本说哎呀说我不成我我得对吧 明智为心啊 我得怎么把自己变强了 但是中国这个知识分子呢 他总是心歪啊 他说 师遗之长继以至矣 他一定是要说呃要质疑啊 就要就就制服对吧 他总是想这事 然后呢 你看他这个 这个这个五四知识分子也是哈 你像蔡元培对吧 这个以这个美誉替代宗教对吧 他就是把什么东西都拿来为我所用 而不是老老师学习别人的啊 这个夏老师提出这不也一样吗 对不对 就是什么呢 哎 他没有任何 我就很多基督徒啊 就说什么啊 希望夏老师有机会 他能够学得到神的真理啊 能得到认识到认识到上帝啊 那他人就完美了啊 就怎么怎么着了啊 他也 但是我跟你说 就是因为他这种这种叫做今生的骄傲啊 这个这个圣经不讲吧 这个三三三种这个罪性哈 这个肉体的情欲啊 这个眼目的情欲 加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 加上今生的骄傲 真的是 这种今生的骄傲 让他什么呢 他不但不去说我有个意愿我去了解啊 为什么这个是当今的世界文明居然来自于一个他成为蠢货的啊 还有那个北京有一个一个叫什么的有一个也是也也也一个民运人士 张三一吧 张三一吧不是张三一张三一是 呃也也跟他挺有名的 就是我我想不起来了哈 待会我想起来 我待会想起来 那个我在说 就是说什么呢 说你瞧说啊 就是说圣经就是一个游牧民族那么一个小册子 居然有这么多人把他顶礼膜拜 那我说这就是神迹啊 对不对 不仅就他如果就是就是说那个那个土 那个土特梁就是那个呃 那个在中世纪初期大主教他讲的就是什么呢 呃 因为荒谬所以相信啊 就指的是这个 你说这个呃 呃 那个时候远志明啊 也有一次就是他在讲道啊 他后来他跟我们分享讲了哈 讲到后来呢 下面就是有一个在国内当记者的一女的啊 就把他拉下来跟他还挺熟的 说哎 是你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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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远牧师你你你你咱咱咱次别没别人你说说啊 你说说看你真相信的同女生子啊 后来远志明给他回一个就是什么 他说我相不相信不重要 重要的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相信啊 就是说因为荒谬所以相信啊 那就是跟那个这个 就是讲的哈 说游牧民族这个小册子啊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持续相信2000年不仅相信 而且呢那伊斯兰也有人穆子伊斯兰教也有人相信 问你他持续接触非常良善的果子 不仅非常良善 而且非常先进啊 非常呃远远远这个具有优势的果子啊 就是说呃当代的科学啊 哲学啊政治学啊 一切都是来自于这个基督教社会 哎他也不想想这真是问题的 他们也不想想哎就你这东西荒谬 我我就是海我好你的结果挺好 那我结果我来用啊全都是为我所用 所以这种心胸嘛他以自我为中心啊 自意啊 认识不到自己的罪性啊 这个就你看他我就说我就看他寻找 说我要找我 我现在开始注意libertarian了 我要传播libertarian 其实他那个心思啊 你就能看得透 他是他他心里边就是他他他他那种狭隘的心里在想什么 一个诚实认真的态度 没有一个更谈不上金钱 就是以我为中心拿来为我所用啊 为我所用啊 这个而且呢他自因为自己的眼界所现 对吧 你开始看到就是船坚泡利啊 后来看到的是什么哎民主科学 对不对 呃那再往上看呢 看不到了 一百多年过去了 到现在也就看到这水平 而且到了最后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 这个邓小平一改革开放又退回到了李鸿章阶段 对吧 而呢邓小平下面的徒子徒孙再改造再闹 对不对 对不对 等着包子一漏馅发现什么呢 那还还倒还不如康熙呢 是不是 哪个有康熙那种气魄啊 下野良才也没有啊 就是说他能够认真的去学习圣经 你看那个康熙哈 这个你看人家这个读了圣经以后 然后写了一个那什么 就是写了那个石架颂对吧 攻城石架雪城西 百丈恩流分字西 身裂四崖半夜路 屠方三倍两番机 五千鞭榻寸副裂 六尺玄锤二道旗 惨痛八害经九品 七言一臂万灵提 就你看他把那个就是耶稣受难整个的过程讲得非常棒 哎呦真的是水平真的很高 你现在读起来都是很很震撼的 所以你说现在的这个从上到下 没有老师的精神啊 没有任何更不谈不上敬虔的精神 就是就是实用主义 还是胡适那个什么的老师啊 杜威 杜威啊 这个讲的就是实用主义 对吧 就是拿来主义 这个把那个把信仰了上帝啊 呃思想了啊 都当成一个麻布啊 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所以这个就是说像这种人他去引领就什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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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引领大众去啊真是又是一轮的这个百年悲剧我觉得又是勿国子弟不仅勿人而且勿国呀啊这个勿人还好现在是一勿人就是一代几代那那这个就是相信谎言最后就是勿国呀对麦克你那个 那个时候你劝我呃呃还替夏老师说话呃这个但是啊就是说呃当然我我我我对我对夏老师人品是不错啊他也他是一个好人这我从来不否认但是这个什么呀就是这个就这个就这个 特意想到说这个就是那个走libertarian这个路啊你看我又自己的这个呃我自己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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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又不被破坏我的老我又不被又得到保存 然后我还又可以以右派的形式出现啊我又可以呢不不去呃信仰基督教甚至把基督徒骂成蠢猪哎所有都让他占了就这么一个小心思啊这个真的是很很可悲啊他真的不知道这个这个libertarian呢呃这种这种就他翻译成也也有一种翻叫自由至上主义 自由至上主义啊如果他要是没有信仰基础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就是乌托邦所以说你看你你像你在美国这里啊他现在就是从这个他那老头叫那个呃叫什么弯炮到他儿子弯炮啊两代人就他们俩儿唱独角戏没人没人理他们对不对这东西都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拿这个你既然你想接地 你想搞起义啊你想你想这个这个改改天换地对吧然后呢你拿一个libertarianism那扯淡那个东西是是是学术上你拿的东西玩一玩还行那那个啊那个小脑神你说的那个什么知识分子浪漫才造就了左派的无知这话说的太经典了真是这么回事啊他这这种这种他他总也接管地气所以说你这老毛啊他这个毛贼啊他就特别的 贼他他就非常一针见血他就说知识分子叫什么啊秀才造反对吧三年不行三十年也不行他讲的就是这个啊那个夏教授说他希望中国照搬美国的三权分立我也希望啊这个没错啊问题怎么实行了按那个夏老师说的libertarianism的话在美国都没有完全实行 在中国怎么就行啊就好比说这个这个这个但是呢呃哈耶克算一个不完全的那就是奥派嘛对不对奥地利学派这都属于原来叫大德国地区咱们想讲对不对和这个出产共产主义的马克思的一个地区对不对 人那个马克思当年就是出产一共产主义人这边欧洲都没怎么实行呢他拿过哎这玩意好在自己一弄坑了中国百年现在他又拿这个在在这边美国又是也是大德国产的哈在美国十股不化的东西他要的推到中国去对吧这不是这是什么鬼啊遗憾十倍谢谢你要想再学点我再啰嗦一句 那个这个这个libertarianism啊他是一种一种价值观但他这种价值观呢就是一种叫我我把它称为辅加价值观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这种价值观依附在不同的与他相对就是底层价值观这个底层价值观呢他依附不同的底层价值观他们产生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啊中国有没有libertarianism早就有中国最典型的代表是谁呢就是那个杨朱啊就是所谓的为天下而拔一毛拔我一根韩毛为了天下不干啊这就是典型的libertarianism就是说就所以他翻译成自由至上主义是有道理的那你想一想如果说到了这种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属于就是我说的无政府 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无托邦了嘛对不对所以呢他必须得就是他得一个他必须在一个像基督教这样的价值观下面他才能够得到一种呃这种他这种附加价值观呢让人们对这个政府保持警惕啊对这个这个呃人的恶哈和人的这种呃自私的这种本性呢能够得以充分的利用 呃使他channel他到一个积极的方面对吧呃另外呢才能让这个人们对这种私产啊保持一种个人权利的保护个人产业这个资产的保护提到上升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没有这个大环境下的这也这种犹太基督教价值观哈他作为一个基础的话这个libertarianism呢他 或者他走到哪儿去无法走远或者是呢就是变得呃泛滥对社会有害想想现在这已经是在中国呃就是说呢呃实际上就已经到了这个道德沦丧到现在这个样子对吧你一个基础的价值观和基就基础价值体系没有建立你就谈libertarianism那怎么可能呢对不对 人们人们人们要是说libertarianism的话大家这里边呢就是说没有一个价值体系纯粹就是一个就是一个物质的那他跟现在唯物主义和现在就就任金钱有什么不一样啊这秀才造反不行啊这秀才治国也不行你看那个有能的人像赵普啊叫半步论语之天下啊这个但是呢就是这个那个宋太祖那个赵普啊但如果 如果你要是这种书呆子呢呃满腹经文也不行那就两脚疏疏最后啊在那个夏老师关于那个libertarianism再说一啰嗦一句哈那夏衍阳老师啊他根本就不是他自己本身就不像一个libertarian那个你像那个搞libertarian中国好多人都感兴趣你像那网上经常见的高尔特那 那就是整个就是对整个世界冷眼旁观啊有点那个就是说呃那种像什么呀哈这个这个老子那种那种那种立场就是一个libertarian啊他就强调一种自由至上他就不会去心急活了要去推墙啊 这是那个这种推墙是典型的儒家啊这种要有所作为要呃要这个通过主观努力啊来争取到一件事 libertarian他最重要一点他他要遵循这个自然律啊遵循自然律这最重要的他不会那么及时白脸去要做这么一件事所以说夏老师真是他本身根本就不他从他自己的内心的价值观和他的这种性格各方面他就不可能是个libertarian 所以这就搞笑啊是吧我觉得哈这个夏老师啊应该是就是态度更加诚恳一些 认认真真扎实实的就是了解美国从最底层的这个信仰价值观他如何成功呢 然后再自己再决定自己要做什么啊要推广什么是吧林肯当时二战的时候呢啊不是二战了啊 内战的时候吧美国呃南北战争的时候呢曾经就南方人说这两边打打打打打仗都是基督徒啊南边说这个上帝和我们同在 北边说上帝与我们同在 结果呢这个林肯说啊我们应该是与上帝同在啊就是说呢我们把自己摆的一个词要地位上帝摆的一个主要地位这样的话你才能得到真传呢啊 上面这个张寻啊这个语音啊讲这个凭这个夏业良的这个自由至上啊就我建议大家听一下这个讲的挺尖刻的啊夏业良估计又受不了啊 呃其实这个张寻讲的呢还不是通俗如果我讲的话呢我会这么讲 假如说我们现在中国处在一个父母包办婚姻呃这么一个社会制度下比如是讲啊我们现在还在清朝末年婚姻状况那么有一伙人呢以夏业良呃为号召的哈就号召啊我们青年可以随便恋爱可以随便做爱想对谁好跟谁好想私奔就私奔啊就是可以自由做爱 就关贵这样15岁带着姓崔的一个邻村的姑娘就私奔了嗯也可以过一辈子那么另一伙人呢就是张寻这样的说不行不行不行还得要一复一夕登记 他这个所谓自由至上主义啊这个在美国这个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环境里边他都可以随便提倡的尤其是学者夏业良现在的饭碗呢就是在这个家族研究所里面这个研究所呢就是自由至上啊以这个为为宗旨办起来的 那么他在那估计有一份工作呃这个东西这个研究所在华盛顿是不露流的啊啊当然不能也不能说不露流大家都知道他但是他是不重要的因为在保守派这边啊顾鹤囊这边的呃重要的智库呢是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那两个的影响力呃真正是代表主流的 那么这个家族研究所是一个不可以说是不露流的吧他影响不了美国的政策他是一个偏门啊夏业良碰巧在这儿呢他以为捡了个大萝卜以为这个非常重要其实是不重要的东西在美国这个东西拿到中国去是能糊弄一些读书不多啊就是不太了解西方啊这个思想史啊能糊弄一批这样的人但是事实上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只能给中国带来更多 很大的混乱思想上的混乱将来可能如果是共产党垮台之后秩序混乱之后这些人有很多人就以这个为借口就像苏联早期呃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之后有短暂的人信仰这玩意儿无政府主义呃呃堆水主义呃男女互相就是就乱来了啊就是呃就以这个为为为这个呃为为为借口吧这个实际上完全不露流这个东西作为学者研究他 在美国是极其正常的任何呃不露流的东西都可以自己关起门来研究啊这个呃但是比较引让张寻注意其实我也注意到就是他给人家老郭的这个这个这个提案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引起我的注意啊张寻也注意到了就是他在老郭点降啊隔空点降下一辆让他给我干活这个之后下一辆提的这个呃 好像是就是说这个工作计划当中啊提到了要办这样的研究所啊这个就这个就是让人家就是觉得就下辆没搞清状况这个东西假如说民运这边真能搞点钱的话也不应该把钱花在这方面啊这美国有现成的加图研究所了嘛你把它出版的书记书刊到中国大陆找一些廉价劳工给他翻译过来就是了还搞什么研究所呀那都完全不重要这都是吃饱了没事干的时候 钱花多的花不了的时候可以用来干这个在现在假如说能筹点款现在都快要搞民主运动都要饿死了好不容易筹点款的话应该做到放到真正是推动民运第一线最重要的这个这个用在到日上不应该用在这所以我在另外一个场合啊一个私下的一个小群里边呃老夏也在那个就说到点评了一下呃 郭文贵点将啊这个北北大的这个夏也良和刘刚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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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事啊老郭出钱那么他们两个人都提出了自己的proposal我当时呢呃就顺口说了我说这个事呃老郭一分钱没花把两个人的基金性调动起来了啊老郭政治智商我注意啊政治智商如果老郭的政治智商是100分的话呢刘刚那个提案我看了一下我可以给咋60分 夏也良的提案我我就只能给他打40分那这话是发自我真真真真实的一种感受分享给他包括他在结果夏也良根本受不了哎呦所以我我以后说夏也良的时候我还不能够实话实说得像他的粉丝一样顺着他说才行啊要是说真相如果实话实说的话他就他就会说我骂他啊他把我说他 实实求是的说他理解为我骂他你说我骂你干嘛呀我自己又身上斩磨了块肉然后骂你自己一点也不得意还让你的粉丝掉过来骂我啊所以这个完全没必要所以我经历以后呢尽量就不谈夏也良了啊基本回避不谈他呃我是李洪宽今天是5月呃22号2017年中午 哦那个北京有一个一个叫什么的有一个也是也也也一个民运人士张三一吧不是张三一张三一是呃也也跟他挺有名的就是我我想不起来了哈待会我想起来我待会想起来那个我在说就是说什么呢说你瞧说啊就是说圣经就是一个游牧民族那么一个小册子居然有这么多人把他顶礼膜拜 啊我说这就是神迹啊对不对不仅就他如果就是就是说那个那个图那个图图梁就是那个呃那个在中世纪初期大主教他讲的就是什么呢呃因为荒谬所以相信就指的是这个吧你说这个呃那个时候远志明啊也有一次就是他在讲道啊他后来他跟我们分享讲了哈 啊讲到后来呢呃下边之上有一个在国内当记者的一女的啊就把他拉下来跟他还挺熟的说哎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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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牧师你你你你咱咱咱次别没别人你说说啊你说说看你真相信的同女生子啊 后来远志明给他回一个就是什么他说我相不相信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相信啊就是说因为荒谬所以相信啊那就是跟那个这个就是讲的哈说游牧民族这个小册子啊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持续相信2000年不仅相信而且呢那伊斯兰也有人穆斯伊斯兰教也有人相信 问你他持续接触非常良善的果子非常良善而且非常先进啊非常呃远远远远这个具有优势的果子啊就是说呃当代的科学啊哲学啊政治学啊一切都是来自于这个基督教社会哎他也不想想这是问题的他们也不想想哎就是你这东西荒谬我我就是海我好你的结果挺好那我结果我来用啊全都是 为我所用所以这种心胸嘛他以自我为中心啊自意啊认识不到自己的罪性啊这个就你看他我就说我就看他寻找说我要找我我现在开始注意libertarian了我要传播libertarian其实他那个心思啊就你就能看得透他是他他心里边就是他他他他他那种狭隘的心里在想什么一个诚实认真的态度没有一个更谈不上金钱就是以我为中心拿来为我所用啊 呃这个而且呢他自因为自己的眼界所限对吧你开始看到就是船坚炮利啊后来看到的是什么哎民主科学对不对呃那么在网上看呢看不到了一百多年过去了到现在也就看到这水平而且到了最后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这个邓小平一改革开放又退回到了李鸿章阶段对吧而呢 邓小平下面的徒子徒孙再改造再闹对不对对不对等着包子一漏馅发现什么呢那还还倒还不如康熙呢是不是哪个有康熙那种气魄啊下野良才也没有啊就是说他能够认真的去学习圣经你看那个康熙哈这个你看人家这个读了圣经以后 然后写了一个那什么就是写了那个十家宋对吧 工程十家雪成熙百丈恩流分字熙 身裂四崖半夜路屠方三倍两番机五千鞭榻寸腹裂六尺玄锤二道齐 惨痛八害经九品七言一臂万灵提 就你看他把那个就是耶稣受难整个的过程讲的非常棒哎呦真的是水平真的很高你现在读起来都是很很震撼的 所以你说现在的这个从上到下没有啊这个要没有那次下野良他直接说出来这个相信那个圣经的基督徒是蠢货 这样的话呢我对下野良他在心眼上的无知还真没有 就是真没有那么那么那么深刻的认识这远远超过我的想象了就可以说 呃最近呢这个这个下野良老师呢又在好像回应郭文贵的吧 又说了一个事情呢让我就是就看到这个知识分子啊真中国知识分子的无奈他说什么你猜他说这个他现在着手在研究libertarianism就是美国叫自由至上主义 然后呢是准备啊这个起敌民众我一听这个我就知道他这小算盘怎么打的了对不对 也他第一呢他知道现在呢这作为这个从理性这个夏老师这个夏教授他的学术能力那脑子那绝对是世界一流的那那肯定非常非常明白的 那他也清楚了哈就是说这自己虽然一直受党的教育一直左派的思维 虽然说他反对极左啊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呃就是愤世极俗的知识分子他反对极左很多反对毛毛毛毛毛毛这个什么这个老毛的 他实际上本质他是用反和大革命那种反对不公平反对压迫的这种思维 但是呢他看到了美国这个右派的力量和思想的源泉 而且现在说句说给他提供工作机会的也是右派的家族研究所 哎但是他自己呢要对信仰非常鄙视 所以怎么办就咱就投机机巧 来一个这种哈耶克式的啊 啊澳派经济学士的这种毫无价值观啊 呃以价值体系脱离的纯粹的这种经济和这个体制意义上的这么一条右派之路 那就是libertarian 你从这里边啊你就看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这种油滑不老实啊 就没有诚实根本就没有敬虔的态度啊 从这个师遗之长继以至矣啊 从内从开始啊 清朝当官历历朝当官的学而优则是吗 对不对当官的他都是知识分子 然后呢他就开始啊 你想想你日本说哎呀说我不成 我我得对吧明知为心啊 我得怎么把自己变强了 但是中国这个知识分子他总是心歪啊 他说师遗之长继以至矣 他一定是要说呃要至矣啊 就要致就致服对吧 他总是想这事 然后呢你看他这个 这个五四知识分子也是哈 你像蔡元培对吧 这个以这个美誉替代宗教对吧 他就是把什么东西都拿来为我所用 而不是老老师学习别人的啊 这个夏老师提出这么远一样吗 对不对 就是什么呢 哎他没有任何 我就很多基督徒啊就说什么 呃希望夏老师有机会 他能够呃学得到神的真理啊 能得到认识到认识到上帝啊 那他人就完美了啊 就怎么怎么着了啊 他也 但是我跟你说 就是因为他这种这种叫做今生的骄傲啊 这个这个圣经不讲吧 这个三三三种这个罪性哈 这个肉体的情欲啊 这个眼目的情欲 加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 加上今生的骄傲 真的是 这种今生的骄傲 让他什么呢 他不但不去说我有个意愿 我去了解啊 为什么这个是当今的世界文明 居然来自于一个他成为蠢货的啊 还有老师的精神啊 没有任何更不谈不上敬虔的精神 就是就是实用主义 还是胡适那个时候的老师啊 杜威 张德卫啊 这个讲的就是实用主义 对吧 就是拿来主义 这个把那个打信仰了 上帝啊 呃思想了啊 都当成一个麻布啊 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所以这个就是说 像这种人 他去引领 就什么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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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引领大众去 啊 真是又是一轮的这个 就是百年悲剧 我觉得又是勿国子弟 不仅勿人 而且勿国呀 啊 这个勿人还好 现在是一勿人就是一代几代 那那这个就是相信谎言 最后就是勿国呀 对 麦克 你那个时候你劝我 呃 还替夏老师说话 呃 这个 但是啊 就是说 呃 当然 我我我我对 我觉得夏老师人品是不错 他也他是一个好人 这我从来不否认 但是这个什么呀 就是这个就这个 特意想到说这个就是那个走libertarian这个路啊 你看我又自己的这个呃我自己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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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又不被破坏我的老我又不被又得到保存 然后我还又可以以右派的形式出现啊 啊我又可以呢 不不去呃 信仰基督教甚至把基督徒骂成蠢猪 哎 所有都让他占了就这么一个小心思啊 这个真的是很很可悲啊 他真的不知道这个这个libertarian呢 呃 这种这种就他翻译成也也有一种翻译叫自由至上主义 自由至上主义啊 如果他要是没有信仰基础 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就是乌托邦 所以说你看你你像你在美国这里啊 他现在就从这个他那老头叫那个呃 叫什么Rang Paul到他儿子Rand Paul啊 两代人就他们俩儿唱独角戏没人没人理他们 对不对 这个东西都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拿这个你既然你想接地戏 你想搞起义啊 你想你想这个这个改改天换地对吧 然后呢你拿一个libertarianism那扯淡 那个东西是是是学术上你拿的东西玩一玩还行 那那个啊 那个小脑神你说的那个什么知识分子浪漫才造就了左派的无知 这话说的太经典了 真是这么回事啊 他这这种这种他他总也接远地气 所以说你这老毛啊 他这个毛贼啊 他就特别的贼 他心他就非常一针见血 他就说知识分子叫什么啊 秀才造反对吧 三年不行 三十年也不行 他讲的就是这个 那个夏教授说 他希望中国照搬美国的三权分立 我也希望啊 这个没错啊 问题怎么实行了 按那个夏老师说的libertarianism的话 在美国都没有完全实行 在中国怎么就行了 就好比说这个这个这个 但是呢 哈耶克算一个不完全的 那就是奥派嘛 对不对 奥地利学派 这都属于原来叫大德国地区 咱们要讲 对不对 和这个出产共产主义的马克思的一个地区 对不对 人那个马克思当年就是出产一共产主义 人这边欧洲都没怎么实行呢 他拿过哎这玩意好在自己一闹 坑了中国百年 现在他又拿这个在在这边美国又是也是大德国产的哈 在美国十股不化的东西 他要的推到中国去 对吧 这不是这是什么鬼啊 遗憾十倍 谢谢 你要想再学点 我再啰嗦一句 那个这个libertarianism啊 他是一种一种价值观 但他这种价值观呢 就是一种叫我我把它称为辅加价值观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他这种价值观依附在不同的与他相对就是底层价值观 这个底层价值观呢 他依附不同的底层价值观 什么产生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啊 中国有没有libertarianism 早就有 中国最典型的代表是谁呢 就是那个杨猪啊 就是所谓的为天下而拔一毛 拔我一根韩毛为了天下 不干啊 这就是典型的libertarianism 就是说就所以他翻译成自由至上主义是有道理的 那你想一想如果说到了这种这样的情况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属于就是我说的无政府 无政府主义乌托邦了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他必须得就是他得一个 他必须在一个像基督教这样的价值观下边 他才能够得到一种 呃这种他这种辅加价值观呢 让人们对这个政府保持警惕啊 对这个这个呃 人的恶哈和人的这种呃自私的这种本性呢 能够得以充分的利用 呃使他channel他到一个积极的方面 对吧 呃另外呢 那才能让这个人们对这种私产啊 保持一种个人权利的保护 个人产业这个资产的保护提到上升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没有这个大环境下的这也这种犹太基督教价值观哈 他作为一个基础的话 这个libertarianism呢 他 或者他走不到哪去 无法走远 或者是呢 就是变得呃泛滥对社会有害 想想现在这已经是在中国呃 呃就是说呢呃 实际上就已经到了这个道德沦丧到现在这个样子 对吧 你一个基础的价值观和基就基础价值体系没有建立 你就谈libertarianism 那怎么可能啊 对不对 人们人们要是说libertarianism的话 大家这里边呢 就是说没有一个价值体系 纯粹就是一个就是一个物质的 那他跟现在唯物主义和现在就就任金钱有什么不一样啊 这秀才造反不行啊 这秀才治国也不行 你看那个有能的人像赵普啊 叫半步伦语治天下啊 这个但是呢 就是这个那个宋太祖那个赵普啊 但如果你要是这种书呆子呢 呃满腹精灵也不行 那就两脚输除 最后啊 在那个夏老师关于那个libertarianism 再说一啰嗦一句哈 那夏远阳老师啊 他根本就不是他自己本身就不像一个libertarian 那个你像那个搞libertarian 中国好多人都感兴趣 你像那网上经常见的高尔特 那就是整个就是 对整个世界冷眼旁观啊 有点那个就是说 呃那种像什么呀 这个这个老子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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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场 就是一个libertarian啊 他就强调一种自由至上 他就不会去心急火燎要去推墙啊 这是那个这种推墙是典型的儒家啊 这种要有所作为 要呃要这个通过主观努力啊 来争取到一件事 libertarian他最重要一点 他他要遵循这个自然律啊 遵循自然律 这是最重要的 他不会那么及时白脸去要做这么一件事 所以说夏老师真是他本身根本就不 他从他自己的内心的价值观和他的这种性格各方面 他就不可能是个libertarian 所以这就搞笑啊 说啊 我觉得啊 这个夏老师啊 应该是就是态度更加诚恳一些 认真真扎实实的啊 就是了解美国从最底层的这个信仰价值观 他如何成功呢 然后在自己在决定自己要做什么啊 要推广什么 是吧 林肯当时二战的时候呢 不是二战了 打了内战的时候吧 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呢 曾经就南方人说 这个两边打仗都是基督徒啊 南边说这个上帝和我们同在 北边说上帝与我们同在 结果呢 这个林肯说啊 我们应该是与上帝同在 啊 就是说呢 我们把自己摆的一个词要地位 上帝摆的一个主要地位 这样的话你才能得到真传啊 啊 上面这个张寻啊 这个语音啊 讲这个凭这个夏宇良的这个自由至上 啊 这个我建议大家听一下 这个讲的挺尖刻的 夏宇良估计又受不了 其实这个张寻讲的呢 还不是通俗 如果我讲的话呢 我会这么讲 假如说我们现在中国处在一个父母包办婚姻 啊 这么一个社会制度下 比如是讲啊 我们现在还在清朝末年婚姻状况 那么有一伙人呢 以夏宇良啊 为号召的哈 就号召啊 我们青年可以随便恋爱 可以随便做爱 想对谁好跟谁好 想私奔就私奔 啊 就是可以自由做爱 就郭文贵这样 15岁带着 姓崔的一个邻村的姑娘就私奔了 嗯 也可以过一辈子 那么另一伙人呢 就是张寻这样的 说不行不行不行 还得要一复一夕登记 他这个所谓自由至上主义啊 这个在美国这个学术自由 言论自由的环境里边 他都可以随便提倡的 尤其是学者 夏宇良现在的饭碗呢 就是在这个家族研究所里边 这个研究所呢 就是自由至上啊 以这个为为宗旨办起来的 那么他在那儿估计有一份工作 这个东西 这个研究所在华盛顿是不路流的啊 当然不能 也不能说不路流 大家都知道它 但是它是不重要的 因为在保守派这边 顾鹤囊这边的重要的智库呢 是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 那两个的影响力 真正是代表主流的 那么这个家族研究所是一个 可以说是不路流的吧 它影响不了美国的政策 它是一个偏门 夏宇良碰巧在这儿呢 他以为捡了个大萝卜 以为这个非常重要 其实是不重要的东西 在美国 这个东西拿到中国去 是能糊弄一些读书不多啊 就是不太了解西方 这个思想史啊 能糊弄一批这样的人 但事实上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 只能给中国带来更大的混乱 思想上的混乱 将来可能如果是共产党垮台之后 秩序混乱之后 这些人有很多人就以这个为借口 就像苏联早期 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之后 有短暂的人信仰这玩意儿 无政府主义 悲蜀主义 男女互相就是乱来了 就是 就以这个为 为这个 为借口吧 这个实际上完全不路流 这个东西作为学者研究 它在美国是极其正常的 任何不路流的东西都可以自己关起门来研究